Hello 各位 大家好 又是我郭昭和大家討論客庫悠閒投資 現在正在打貿易戰大家都知道 可能對於本地樓或者股票 大家都感覺上現在不是很好的投資時候 我反而想討論一下大灣區 講一下大灣區就不代表你叫你去買 純粹是自己一個見到有些observation一個分析 首先講大陸本身樓市政策 我覺得大陸的樓市政策本身是很聰明的 因為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是他做了一個調控 調控就是限價、限購、限物、限貸 令樓市本身不會過熱 因為你知道大陸話條就條 我不需要太多諮詢 我做就做到 第二就是限制住外匯的樓走 你知道國內的錢要出去外面是有方法 但是都麻煩的嘛 變成普遍的普羅市民 他們大部分有投資買樓的話 或者他有一兩間樓的話 他們會覺得層樓升了 他有財富效應 感覺上自己有錢了 那用錢就鬆了 但是我亦都不會讓他這個泡沫爆得太厲害 那我就做回一系列的調控措施 但是我又不讓他跌 因為如果一跌的話 又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會覺得自己的錢會流失了 我不如骨牌式地去 你知道大陸很多樓是沒有人住 債賣光的嘛 他們很聰明地做了這兩件事 就是hold住那個樓市 真的炒爆了的一線城市 甚至乎有些二線城市 但是他靠近一線城市的話 他都是限購了的 就做了財富效應 就是說那些人買了樓 我有錢了 我可以在國內周圍消費 整個經濟就會上來了 那因為你那些人不肯花錢的話 就是你好像十幾年前香港那樣 那些人不是沒有錢 但是他不肯花錢 對於未來沒有信心 因為樓價跌很多 經濟就差了 那保持住這件事 但是你的錢又不可以 因為你在國內賺到錢 而搬走去外國 那這個就是他本身基本的措施 跟著他打貿易戰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貿易戰 國內是真的叫做有備而戰的 有備而戰和新聞所說的 因為美國的追擊 美國的一系列的措施 而被迫去改變 就看你在哪個角度去看 有些人會覺得 你搞這麼多事情 就是因為美國打貿易戰 而你要去做出一個適當的調整 甚至是退卻 換句話說你都是一個防衛 就是有人打你一槌 你穿定型盔甲去擋 還是說你退後一步去射了他的力 同樣地看你在哪個角度看 他做了些什麼呢 第一就是從稅收的方面 就是你知道范冰冰 被人捉了幾個月 然後放出來 然後追回他9億的稅 其他那些趙薇 或者有些真是很紅的紅星 都開始追稅 為何要由影視界這邊著手 影視界Lois夠大 你的Facebook都洗版 大陸一樣洗版 那就是說 所有陰陽合約 所有逃稅 留稅 走稅的人 其實他都 alert到這件事 可能你都要 交稅了 第二就是說 其實準備他將人民幣的匯水 是會不斷地降低的 就是我經常都說 他人在港幣一對一的情況下 是指一可待的 那多久也說不定 但是我覺得兩年之內 這個是一個很保守的估計 那都是會去到這個水位的了 那另外就是說 匯水跌了 如果你是大陸 有買到樓的投資者的話 你會想一件事 咦 這樣我拿錢呢 有問題 那我不如買樓吧 又去買樓了 那又有機會 令到樓市 去出現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波的泡沫 那麼他在那裏又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做了一個 首先 剛才所說 做了一些調控 另外他就禁售樓花 禁售樓花 你又一凡事不要看得太表面 就是不要 只是看一個方向 我這麼瘦樓花 就是減少供應 減少供應 就是托市 托市 當然是托市 托市就是因為你的紫水跌 然後他怕你那些人賣了一些樓 然後我覺得這個紫水跌 然後那些人會賣樓 然後他換馬去一些紫水不跌的國家 這件事就很嚴重的 所以做一件事就是我禁售樓花 禁售樓花其實試玩就是深圳就已經 announced了 正式試玩的了 一定是一線城市 甚至深圳實在可以讓你蓋樓的地不多 即是說那個影響相對是最少 你知道大陸做任何事都要找一個試點 試一試 看看試一試水溫 那些人能否接受到 或者接受不了 反響有多大 你知道其實他們很depend那些人的反應 那用這個來做試點 另外就是禁售樓花做了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會給一些發展商 國內的房地產發展商知道 賣樓花不給賣的 你一定要蓋完房子才給你賣的話 即是說你的回本期會拖牆了很多很多 那你就不會出現那些這麼多的三倍、四倍 甚至乎真的超額很多倍去投地的個案 那你知道你的麵粉很高價投回來的話 那正路來說你的麵包不會賣得便宜 那我就要壓制著麵粉不會說很高價 然後麵包也不會相對來說再提高了 那樣東西都是一系列的措施都是防止貿易截的 那至於你說我現在under這個情況 應該做一些什麽投資部署如何呢 那你下面如果你想知道什麽的話 你留言給我 或者有想多知道少少國內的情況的話 你都給點留言 給點問題 那我可以下集那裏再和你解答一下 應該買哪裏 只是不買 只是怎樣 那今集說到這裏 我們先下集再見 我先下集再見 我們先下集再見 我們先下集再見 我們先下集再見